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 Wings 今天要為大家開箱的就是這隻 SHV Guards, Avengers Version 的 Hulk 想不到Hulk 其實都出了幾個版本 加上這隻,已經出了五個版本 這個最新的就是 Avengers 第一集的版本 其實它...我第一次看它的時候 我覺得它跟 Infinity War Version 差不多一樣 但其實當我拿來比較之後 其實真的發覺有很大的分別 它現在才推出第一個版本的 電影版本的角色其實也是有它的好處 它的可動關節, 以及它的刁拍 都做得比之前好 如果你是把這個Hulk compare H of Ultron 的Hulk的話 你就會看到它的差別非常之大 那一隻我就會入手 但是我聽很多評論員說 它的可動、它的造型都做得非常差 這些都是情有可願的 因為都是很多年前的產品 來的 那現在我們就... 看一看這個Figure 然後... 拿近來看看 OK 那它這把頭... 它的頭... 這個面相呢... 做得差不多... 都幾漂亮的 但是我個人呢... 還不是那麼喜歡 那它還有兩個... 剃緩頭雕的 那... 那... 有一個表情我是比較喜歡的 那... 就不是這一隻 那... 稍後我就會給大家看看 那... 它... 身上的一些質感 呢... 肌肉的紋呢... 都做得非常之仔細的 那些光線打下去 你就會看得到啦 甚至乎都還有胸霧 那... Infinity Wall 擺滿呢 就是沒有的啦 然後... 那些青筋呀... 都有做出來的啦 那... 那些... 有一些缺了的那些... 那些... 那... 那... 比起Infinity Wall 版本呢... 它的... 它...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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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形的... 就... 它... 那... 而基本上,體型來說,是做得非常環遇到電影 好,看整體後,我們就來看看它的可動性 它的頭部是可以向上望的 它的頸部有關節,所以抬頭的幅度會很大 好,向下望的幅度是這樣的 還是可以接受 然後,轉頭左右沒有問題 然後,向左擺放 向右擺放是可以的 我的頭部比較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面對這個問題 OK,手的部分是可以抬超過90度 是非常之好的一個範圍 可以抬到這麼高 然後,可以轉360度 然後,有一個水平轉 但是,它的水平轉還是轉不到360度 就是一個小小的幅度 但是,也是夠用的 夠擺姿勢 然後,手腕是一個雙關節 但是,做不到90度 但是,都是一樣的 都是夠你擺姿勢的 然後,手腕位呢 就是,可以轉360度 然後,上下是沒有問題的 上下左右也沒有問題的 它是Ball Joint來的 OK,那,這裡做一個弧錦關節 就可以讓它做到更加的 更加大的一個 把手擺前的一個動作 OK 那,空關節的話 就是,上空可以轉左右 那,幅度不大 然後,向左擺,向右擺是不可以的 那,就要,向左擺,向右擺 就要用這個,下腰的關節 但是,這個幅度也不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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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擺到少少的 那,下,這個,這個,這個U關節呢 就可以轉左,向左,向前 就是這麼多 那,它這裡也有一個 遮臭位,就沒有看到的狀態 但是,都,都,都很深的 這個幅度也很深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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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 屈得太久的話 都是看到的,穿崩位 那,向後呢 就是這麼多 向前 向後 向後的幅度,做不大 OK 那,講一講它的腳那部分 抬起,差不多 做得到90度 然後,它的膝蓋是雙關節 屈曲的話,大概都沒有90度 好多的 因為它的,Hook的肌肉呢 就是比較大些 所以,它是 它的造型呢,就會擋住了它的河洞 然後,之後的腳板是可以 放,這麼多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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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轉左轉右 都是問題的 然後,還有一點點關節 然後,腳趾呢,還有一個關節 方便你做一些 好多的姿勢 OK,那 如果是抹開的話 可以這麼大的 做一字馬呢 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 OK 那,講過它的可動性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看它的配件 這一次呢 我覺得,都頗滿意的 這個版本的Hook 還給了兩個頭雕 兩對手 那,首先我們來講一講它的 提門手 它還給了這兩個 是開... 開了手指的手 的手型 一對,一左一右 這個,Infinity War 版本的那隻 曲呢 都是... 都是有這個手型 然後,第二對手型呢 我會覺得幾有趣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 都是一個... 一樣是一個開手的手型 但是呢 它是有關節的 所以... 你可以把它... 放進去 所以就是它把它放進去 那... 最後... 的中指 以及的尾指 以及無形指 就是同一個關節的 那...之後的直指呢 你就是可以... 有... 分開的 是分開的 看它做一個手指指的姿勢 或者是全開都可以 然後它的帽子也是一樣 可以轉360度 它也是給了一對左右手 這個做幾好玩 因為我看到有些師兄 它也是用來捉住那個S.H.Rigard的Loki 來呈現在第一部電影中 最後的那個Hope 將它用來攀地下的那個畫面 那個動作畫面 之後我們就說一說它的頭條 第一款就是這個 非常煎隔 然後好像在跑 在跑敲的一個目標 我個人看來 還不太像電影一樣 這個是我個人的 純粹個人意見 我比較喜歡這些WallVersion的表情 但是它的上色方面 還有一些 這一擺的頭髮的那種紋 都刁剋 都做得非常之漂亮 然後它的 來這裡 它的口裡面是用了分件的 所以這些細節是不錯的 另外一個頭 剃換頭 就是我最喜歡的 就是之前我也有說到 比較有驚喜的 就是這個 任兆的表情 哈哈 就是在電影裡面 也有出現過的這個表情 如果用中射錄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就是這個表情 那其實 如果是剃換頭刁的話 都是非常簡單的 把它拔出來 把空位拆開 這樣就可以了 非常之簡單 它可以安裝 都不需要用到很大的力 把它拔出來 手也是一樣的 手也是 拔出來 你把它拔出來 之後再 拆開 這樣就可以了 看不到這隻手 OK 所以 配件在這裡做大致上是這樣 那 好 那現在我們來看看它的身高比較 首先我會拿它來 和這個 Infinity Walls 的 Hook來做一個身高比較 是的 你們是沒有看錯 就是我了 Infinity Walls 的Hook 是高了一點 那 它的身形呢 如果大家這樣看 是 看你喜歡哪一隻 其實兩隻都是很漂亮的 Infinity Walls 的 就比較瘦長 Avengers Version 的空機 做得比較漂亮 然後褲也是不一樣 這個是偏向紫色多少 然後這個是非常黑色 深藍的一個紫色 大致上其他的部位 都是一樣的 然後 Infinity Walls Version 的那個 塗裝 那個 肌肉的 紋的那個陰影呢 是比較深一點的 比較黑色的 你看一看 那 這個呢 反而是 沒有那麼深的 然後 它肌肉上面的那個 質感 那個表面呢 就是比較好像 一些粗一點的一種紋 然後 Infinity Walls 的 就會比較 是畫面多一點的 所以 看你喜歡哪一隻 如果你不是一個 真的很喜歡 Hook 的人 你可以右手 其中一隻 都已經是夠了 我是有一個 Hesbro H of Ultron Version 的 Hook 放在它旁邊的話 都會稍為比它高一點 但是 身形上面 就是 S3格 會比較好一點 會比較漂亮 H of Ultron Version 的 就是 比較偏向光面的 看得到很柔的 好像 但是 表情上面 還有 它的 肌肉的那種 紋路 其實 真的不舒服 這個 屋都是挺漂亮的 這些黑色的陰影 其實是我自己再重塑 上去的 原本的話 是沒有這些黑色的陰影 接下去 當然還不少得和 G 之前推出的 Avengers Movie 的 角色 一起做 比較 首先 就是 美國隊長 Captain 然後就是 Ironman 這個是 Ironman Mark 6 還有 女神 所以 看來 他們四個 這一把 他的技能 都做得非常 合適 接下去 10秒 就會有兩個 角色推出 做Black Widow 和Hawk Eyes 那 他的觀圖 Hawk Eyes 的投票 是做得非常好的 希望他大火到的時候 他的樣子 就不會 失水準 當然 還不希望 有那種 好像 眼 印錯位 為止的 事件 發生 OK 總結來說 如果你不是 一個 Hawk 的 打黑粉絲 或者你覺得 你不需要收齊 這個 The Avengers 第一部電影 裡面的角色 的話 基本上 你不需要 入手 Hawk 如果你是有 Anthony D-Wars 版本 你更加做不需要 因為基本上 都是大同小異 他的可動方面 都是差不多 然後 他不同的地方 除了 頭條之外 就是他的 手型 這個版本 Hawk 吸引到我 當然是他 可動的手 和他 任笑的表情 所以 我就決定 任手 好吧 我今期的 開箱 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 喜歡我這個影片 記得 Like 和Subscribe 我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大家想看 一些模型的照片 大家可以 Follow我的IG 我的 內容 就會放在 影片的建立裡面 希望大家會留守到最後 拜拜 再見 拜拜